明朝后光欢去 风也落沉沉 尽管以92岁高龄依旧精神异议 大陆当代著名古诗词学者叶佳莹亲自出席领奖 他和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图悠悠同货终身成就奖 华人以大爱诸梦天下 让大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 这是全球华人的博大情怀 这是我们所有华语媒体的不变初心 由凤凰卫视和旺旺周时媒体集团等十多家华文媒体 共同举办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 延续历届评选规则经过严格筛选 在科学研究 公共事务 竞技体育 文化艺术 和希望之星等五个领域颁发九尊大奖 其中万达集团董长王健林 在文化领域耕耘十年有成 拿下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这个奖它很特别 它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华人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奖还是蛮看重的 另外郎平及大陆女排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团队 也在得奖名单上 系数十个年头已有百余位国际公认的华人精英 先后登上华人盛典的舞台 记者综合报道 面试成 谢谢观看